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我們討論一下男男之暖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早日討論一下王喜和馬俊偉是否爭重 馬俊偉我就不知道 但我看到很多內媒甚至有媒體說 大致標題說他跟陳志雲結過分 究竟在哪裡註冊?我們很想知道 另外這期有個很奇怪的樣子 人稱大鱼俠史艷文 Anson Lo 這樣的霸氣總裁 我覺得 我有沒有叫大家給個like支持 他的粉絲很乖 很客氣 走來叫五仔 你看看Anson Lo有新戲出 想我好像新人女王那樣討論 我看了15分鐘 我為你們而心痛 我只能這樣說 他是一個專業的藝人 我欣賞他舞台的爆炸力 表演的精神 但是你說他那個外表真是 連耳豬都打玻尿酸的感覺上 好像很大顆 耳豬很低 髮型的髮型也很奇怪 真的有些看起來不太順眼 但感覺上很紅 當然我知道 但他演的角色不停標榜 聽說CEO很英俊 我真的真的真的 各花入各眼 有人喜歡吃鹹 有人喜歡吃甜 但事實上他表演是很好的 在舞台上演技是很一般的 你明白我 不說太多 已經很厚度了 但我們今天說他的感情 都是同性戀 原來七年前 有一個出季的宣言 是的 有些不是很知名的雜誌 訪問過Anson Lo當時的舞蹈藝員 應該沒想過自己會成為明星 認了有男朋友 我看到那篇就是這樣說 誰是第一位 在香港承認自己是同志的藝人 外界又怎樣看同性戀 就算在美國近年 一些州份立法反對同性戀有關的教育 但也不是人人認同 我們要討論一下 謝謝吳仔 大家好我是飛龍 大家開始聽之前 首先給我們一個Like 你們每一個Like 對我們來說都很重要 我想說一說 現在香港人怎樣看同性戀 他們接不接受一些同性戀的藝人 尤其是有些藝人已經屬於頂流 觀眾是不是真的好接受呢 今天想討論一下這個話題 為什麼突然講這個話題 最主要是見內地一段陳志雲和王喜的分訊 炒得很熱 究竟是什麼事呢 另外Anson Lo原來七年前已經認自己是和男生出季 那是什麼事呢 其實當年他還沒進MIRROR 進了MIRROR之後還有沒有繼續做這件事呢 今天也和大家討論一下吧 說真的 近來Anson Lo當然是大熱 因為他這部新劇 社內相親和Edan合作 是的 他們又合作 這部新劇就近來播映了 社內相親這一套其實不是原創劇 本身韓國就拍過 但是韓國那一套也不是原創劇來的 因為本身也是有網絡小說啊 網絡漫畫 連在先的 很明顯 Anson Lo教主和Edan 吃著之前的大叔的愛呢 改編這一套日本劇集那時候的小 現在又來改編另一套了 我想說原本韓國那一套社內相親 本身就是Nervis上架的 所以其實也頗有興奮的 他們也頗大膽 挑戰一套在Nervis上架的電影 所以等我看完之後再告訴大家 先說回同性戀藝人的話題 Anson Lo其實在2016年 他入行之前 曾經大方承認過出櫃 當時跟一位舞蹈導師 叫家樂一起 當時是情侶的關係 他們兩個是跳舞時認識的 曾經還遭遇家人的反對 當時教主說 後來都被家人明白體諒 最終他都選擇勇敢地愛 還見過一些網上的片段 曾經跟這個家樂的人有些激吻的表演 還見到當年的報導說 他們不少情侶 即是他們的同性情侶 其實都不喜歡在同一個地方工作 因為很容易有爭吊 亦曾經考慮過當年 跟另一半分分開工作 不過當時他們兩人跟一般情侶沒有什麼分別 幾乎要天天見面 當時教主還說 講這番話 其實只不過是想跟其他人分享自己的快樂 做緩自己 想表現最真實一面 他們承認當中都承受不少壓力 剛才說雙方家長都知道他們的存在 坦然最初 他們雙方家人都是不接受 但最後獲得諒解 不過翻查教主 當年這位男朋友 加諾的社交網站 在2016至2017年 他們真的有不少合照 但到2018年之後 好像是否分開了 已經再沒有他們合照 還看到加諾跟另一個 跳舞的人交往 似乎他們的感情已經逝去 而這位加諾的新歡 其實之前亦曾經跟教主合照過 相信大家應該有共同的朋友圈 至於教主當年承認自己同性的身份 後來媒體也有問過他們的公司 公司回應說 現階段專注工作 私人士就不會回應 沒有辦法 紅了 做法不同 有什麼事情 就不容易公開 除非有人去到某個神台級 那一刻就可以公開 就算我們一代巨星的張國榮 他也是去到1997年 當時在演唱會 才對著大眾 公開他另一半的身份 當時說唐先生在他生命之中 一位好的朋友 當時這個 軟轉式的告白 都已經被視為出櫃宣言 但其實哥哥早在10年前 即是九七之前的10年前 他們已經是一齊了 都要搞到禁後才公佈 不過很難說 80年代真的很難接受 哥哥如果在我印象中 他是第一位 香港的藝人 公開承認自己是同性戀者 另外說回陳志雲和王喜那件事 他們沒有結過婚 因為網上內地網站 經常說這件事 你知道內地網站 很多時候說的事情 都好像是假的 但我看到他們又好像 又好像拍了一張疑似的結婚照片 究竟是甚麼事呢 大家都應該很熟悉王喜 因為當年聶火雄心 這個系列非常受歡迎 當時 王喜當消防員 也有不少的粉絲 但他一直傳聞他是喜歡男性 而這位仍然是 曾經主持過 智雲范眼局 陳志雲 大家都記得 當年在大台裡面是業務總經理 但因為涉嫌 貪污在2012年的時候 離開了大台 但當年 王喜 仍然是風雨同怒 就算陳志雲離開了TVB 很多時候 王喜也一直撐著他 我記得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那時候 陳志雲要出庭 王喜也會陪他一起去 網上見過 陳志雲和王喜 有些疑似 他們是相愛 以及說他們結了分的影片出現過 還在那裏 雙方帶了架子 拖手 還在那裏 首牽手在日本街頭狂奔 究竟是甚麼呢 就算是的話 也不用這麼鋪張 原來聽起來 原來這裏是一個舞台劇 因為陳志雲和王喜曾經搞過一套 會智雲陳志雲登陸舞台演藝會 這套 他介乎在一個舞台劇 或者動督笑之間 聽陳志雲就好像是這樣解釋 裏面跟王喜完全不被記 合演一對情侶 當被記者問到 你們其實是不是現實中都結了分的 陳志雲當時還在那裏打趣 下次上演的時候 我想完結後已經離婚了 當時你們演這套劇的時候 陳志雲有做過訪問 當時被問到王喜是否你的伴侶 陳志雲說當然不是 只不過當時大家經常說他們是 他們就拿這個 不如做一個英式的幽默 當一個竹 做了這一套劇 完成大家的幻想 當時他的解釋就是他們 只是一對 舞台上的情侶 當然 有時候有些事情 究竟真的假不了 還是假的真不了 呢 現實上我們很難分的 有沒有有些人 是反過來 我並正而順地拍一套劇 出來 拍完影片 公開給大家看 但我飽視都說不是 這樣 也有這樣的可能性 不過既然阿智雲說他不是 我們就相信他不是 至於觀眾心想 我們是控制不了的 以及王喜已經移居到台灣生活了 所以應該 智雲和王喜現在都沒有在一起 老實說 其實近十年裏面 很多平權 同志的運動 其實現在社會也開放了很多 也接受了這些事情 所以我記得 例如在2012年的時候 黃耀明在紅冠開演唱會 也公開說自己是機的 是機佬 是他自己說的 不是我說他的 當年黃耀明還說 希望香港可以盡快 為性傾向歧視立法例 鼓勵大眾還可以希望有 同性婚姻進行 但這件事暫時在香港 就未能實行得住 那麼香港在哪一個女藝人 首先承認出櫃 我印象中是不是應該是何韻詩 如果是女歌手身份 她應該是第一位承認 在2012年香港同志遊行的時候 何韻詩公開宣布自己是出櫃 說自己是屬於同性戀者的身份 當時何韻詩還大聲地說 我很驕傲說一聲 我是同志 另外前獄女歌手黎明詩 也在2017年 分辨之後承認自己 有位親密的同性朋友 叫Kelly 黎明詩應該是圈中中 第二名 肯承認自己是出櫃的女歌手 他們當時還在坦然說自己這段關係可以長久保持下去 另外藝人黃延志在二十多歲的時候 亦向父母揭露自己是同志的身份 2016年的時候還跟他拍拖了 7年的初戀男朋友 在加拿大結婚 之後兩人又致力搞一些同志平權運動 希望為同志可以爭取權益 藝人林一鋒在求學期間 亦已經跟父母說過自己是出櫃的 亦相當感恩 說父母是比較思想開放的一隊 最好笑的是 林一鋒曾經被他妹妹林二汶取笑 說有些情人多到可以坐滿一個博覽館 有沒有那麼誇張 博覽館好像坐滿一班人 藝人黃敏德 他的大女 亦在2014年的時候宣布出櫃 我還記得最初黃敏德說他不是很接受 但最後也要接受 他太太馬斯惠說過 其實沒有什麼好隱瞞 又不是追 只不過是拍拖而已 又不是什麼壞事 後來還看到他們 帶上他的女兒 和他的女兒 忘記了他們是不是結婚了 總之有帶上另一半 就一起去私家大戰玩遊戲 我還記得 其實還有很多藝人都有公開承認 例如著名導演關錦鵬 蘇斯王也有認過 關錦鵬也承認 離婚後 現在也有同姓物友在一起 簡直是很公開地 每個人都知道 就算走過去跟他說 他也不介意承認 因為我相信 就算他朝教主承認自己 我現在有個男朋友在旁邊 那他的歌迷也沒有什麼所謂 因為現在迷偶像 不是每次幻想他是自己的男朋友 不是每次幻想是另一半嗎 就是你見姜濤那些已經知道 就是每個人都做得到他媽級 難道他們幻想跟姜濤拍拖嗎 不過話說話 你看世界上現在好像很開通 很多人都接受同性戀者 但是去到我們 很多時候說美國是最自由的 但是美國呢 我看他們有幾個州都立了一些法 那麼他們立了一個法 那個項目好像叫什麼 東四肌 就是不說同性戀 什麼事呢 就是禁止對著一些低年級的學生 就討論一些性傾向的議題 當時他們就立了一個法 那個年齡起碼是幼稚園至三年級 但當時連總統拜登都說這個法案 是可惡的 損害了國家多元的認同努力 那就真的看了怎麼看 因為例如迪士尼在這幾年裏 經常有很多電影劇集 卡通片都有滲這些意識 其實很多家長都很害怕 當子女還沒有心態成熟的時候 你已經這麼早放這些意識 令到他們其實以為這件事一定是可以做得到 或者錯誤灌輸了這件事 所以很明顯 近一年裏面 迪士尼的票房 明顯下跌 因為我聽很多人說 要擺明在票房裡 告訴你我是不喜歡這件事 卡通片就是卡通片 為何無端卡通片裏面 要放一些同性戀的元素 在這裏呢 我身邊有些朋友也是這樣跟我說 他說絕對不會帶子女去看迪士尼 現在新的卡通片 尤其是明知道卡通片有這些意識 他說用票房跟他們說抗議 這件事 所以呢 一單為一單 即是接受歌手可以這樣做 不是接受到自己一些成年的子女 有這樣的想法 其實我也覺得對 雖然例如見拜登在反對這件事 他們拍電影他們又要分一些吸索 又說有些暴力 又或者色情太厲害那些東西 不可以給小朋友看的 如果說到這麼自由 是不是連這些都應該給小朋友看呢 所以有時候呢 又不可以過分地濫用這件事 因為我身邊都不少認識 朋友的家長都擔心自己的子女 即是我不介意外面的人是這樣的 但其實不是想自己的子女是這樣的 未真的有這樣的傾向的時候 就盡量不要令他們有這樣的傾向 當然萬一他們真的有這個傾向的時候 那些傾向他們也要接受 即是不要說同性戀這件事 即是他們要直接不想 這麼小的小朋友那些傾向 告訴他們 其實可以用避隱套這件事 這件事就是 間接的鼓勵他們提早 其實可以有性行為這件事發展 但其實小朋友 未夠年齡有這件事 你和他發展這件事其實是犯法 既然是犯法的事情 為何要禁止避隱套是怎樣用呢 所以現在美國的文化反的很厲害 所以去到現在 近幾年 反而有兩極化 即是我接受藝人 他們可以有這樣的行為 但不要他們教育到 我們的子女都會有這樣的行為 歡迎大家留言 說一說你們怎樣看同性戀藝人的事情 今天娛樂新聞先說到這裡 遲些再分享其他娛樂新聞 就是這樣 拜拜